在高雄 環球影城是租陳家的地 寒暄飯店是租陳家的地 特立屋 家樂福也是 連這塊市值高達40億元以上 在大同百貨五福電協對面 曾經是高雄帝王的停車場 也是陳家的地 陳家值的是曾兩任高雄市長的 陳啟川家族 根據南部的建商表示 陳啟川在市時成立用來管理 陳家庞大土地資產的南河新產公司 至今擁有高達約12萬坪的土地 多半位於高雄市中心精華區 總市值估計達千億元 是地產男霸天 雖然陳啟川有五個老婆 七個兒子 八個女兒 但他當年把財產都分得好好 不過最近陳家的兄弟 卻因徵產而鬧翻了天 據本刊調查 以陳啟川大兒子高雄醫學院董事長 陳天植為首的其他房子女 因為不滿擁有南河新產 百分之二十股權的小金賣 陳啟川文教基金會 長期被三房陳天埔掌控 在利益分配不均的心結下 去年份兒來一招釜底抽薪 把百分之五十八的南河新產股權 賣給外商亞太制地 讓外商取得過半數的五席董事 陳天埔就被逼入只剩四成股權 卻要立抗外國人 不要賤賣陳家族產的尷尬局面 市場人士認為 亞太制地真正的標的物 是陳啟川家族的老本和基業 陳家從陳中和以來的百年聲望 只租不受的家傳土地金銀術 如今卻因兄弟細強而易主凋零 南八天的光環逐漸退色 實在令人不聲唏噓 於是